歡迎至於鎖定時點不一樣 我是請林謙 來關注政經社會的永和分世命案 嫌犯昨天下午落網 警方追查之下發現 一切都是因為錢 被尚扣移送 他是永和分世案的73歲主席 就算恨新分世弟弟知道 移送這一刻 沒感覺有後悔 他欠了多少錢沒有還 走路緩慢 受惹身軀 完全看不出他會犯下分世案 回到案發前 54歲的良性死者 8月30號晚上騎車回家 結果就沒再踏出家門 也成了他最後身影 只是親兄弟如此狠心 一切為了錢 但明明組錯 在媽媽過世之後 就登記在嫌犯名下 擁有房產還要犯案 因為家中排行老大的他 長期不滿沒工作的小弟 三翻兩次就借錢 十幾年下來 累積將近五萬塊 但自己的存款 剩約30萬 一斤不多 還被欠債買下殺機 9月1號凌晨 殺害弟弟分屍 分兩天丟棄 部分屍塊 但不滿刀子老舅 三天後再到萬華 買了四把新刀 兩把菜刀 兩把料理刀 但這回還沒使用 就先被抓 你把頭跟手分屍 丟棄 主要是毀屍面積 那最主要就是 讓警方沒有辦法 查記到他的身份 為了幾萬塊 殺紅了眼 甚至恨到把親弟弟給分屍 嫌犯正會被逮 恐怕餘生都會在牢裡度過 地面新聞 中央報導 持續追蹤 這個嫌犯是趁著倒垃圾的時候 分刺丟棄屍塊 到案件曝光已經整整過了四天 不排除屍塊 已經在巴黎焚化廠被焚燒 不只搜索有難度 警方現在也還缺少重要拼圖 穿黑色長褲 假假托 他就是永和分屍案嫌犯 良性男子 寸到垃圾時 丟棄弟弟的屍塊 儘管人落往後也認罪 但現在還缺少一塊拼圖 就是這個動作 少了嫌犯把袋子丟進垃圾車的 關鍵畫面 只是從丟棄到曝光也過了四天 案發地點一週固定五天 早晚有垃圾車 分別清運50個點 再送到巴黎垃圾縫畫廠 警方現在不只得跟環保局確認 屍塊是否已經被焚燒 因為這攸關刑責 即便沒有這個畫面 但是如果我們從這個被告自己的自白 或是有其他的證據可以去得知說 他的確有這個毀損或是遺棄屍的一個狀況 那依然是有可能成立這個犯罪 他的年紀是73歲 法官在良性因子考量上面 有沒有可能阻減激情 可能還是要看這個個案的狀況 回顧近期激起殺害親屬案件 去年永和殺父分屍案 法官考量 嫌犯是為了保護母親 最後判刑19年 2018年桃園沙姆案一度判無罪 最後法官認定 他因為吸毒犯案時 沒辨識能力改判無期 這回卻是因為金錢糾紛引起殺機 落網時他還寶貝裝有16萬跑路金的行李箱 但接下來進到牢裡 這筆錢也得有監索保管 餘生恐怕再也拿不回來 TVBN新聞陳藝人吳宇雅新北報導 警方是花23個小時 偵破了這起分屍命案 關鍵就是嫌犯的紅色行李箱 因為他不管去哪都拖著走 直到6號上午自己發覺 這輛紅色的行李箱可能太醒目 因此暫時寄放超商 而警方判斷凶嫌應該會回來拿 所以趕快拜託店員 如果看到對方 務必迅速通知 涉嫌動手殺害弟弟 黑衣男拖著行李箱走了一天一夜 每天留一個點都不敢待太久 就怕袁警隨時追上來 這時他一次發現紅色行李箱太醒目 趕緊寄放超商 媳犯發現自己的紅色行李箱太過明顯 很容易會被盯上 因此一大早就來寄放到超商 而袁警也立刻請這個超商店員幫忙一下 如果嫌犯再回來趕快通知警察 沒了行李少了累贅 但嫌犯的心恐怕還是很忐忑 因為行李箱內除了棉被書包 還有十六萬五千元現金 警方知道他一定會回來 調閱監視影像分析 五號傍晚從永和住家附近離開之後 六號上午搭公車 雙北跑透透 租機遍及台電大樓 三重台北車站 直到下午四點多 心想時間差不多了 回頭去行李箱 結果才走到上口 就被埋伏警力壓制逮捕 雙手上銬被GT上車 巧合的是同一時間 兄弟姊妹正在家裡為弟弟招魂 23小時內破案 但是這名嫌犯的逃逸路線 有一點混亂 也讓調閱監視器的員警 分析將近五百支畫面 看到眼睛快要脫窗 他有一點像那個無厘頭的逃亡吧 他其實到處會一個走走點景 他會設個斷點啊 他用每個斷點 我們就是要花時間 花心意 要花我們的現場大概 平均大概就十四十六個人的頭腦 去想去突破他這樣子 利用靜老悠悠卡到處逃亡 以為不會被追蹤 沒想到經過的每一步都被鎖定 加上這紅色行李箱 隨時戴在身上 成了全案線索 最後落在警察首領 提員王靜雲姐 下面找到 再來關注的是台南殺警案 偵查終結 被告零性無犯下 強盜殺人等七罪被求除死刑 強盜殺人罪 殺人罪 加重強盜罪 妨害公務罪 槍炮彈藥盜竊管制條例 未經許可持有槍彈罪起訴 求除死刑 並恥夺公權終身 犯下殺警奪槍被告 林姓無短短16天 癥結起訴求除我國 最重刑則死刑 檢方調查 林姓無從明德監獄逃脫 買彈簧刀防身 偷車之後被警方鎖定 遠景圖明成一開始 只是查張車還沒有發現他 林姓無就先攻擊搶槍 連刺十七刀 隨後開車抵達的遠景曹瑞傑 車子被開槍衝入草叢 沒配槍的他身中三十八刀 手段殘忍 重刑對其不足以形成威嚇 手犯乃最重的 最重大之罪 林姓無從外一間逃脫 還犯下了重罪 檢察官認為沒矯正的可能性 警方認為警察是法律的執行者 林姓無攻擊警察就是攻擊法律 更何況殺警奪槍 死刑並沒有違反國際公約 迅速求刑起訴 我覺得是符合司法正義 也符合人民的期待 死刑是兩方家屬唯一共事 期待進入開庭審理 也能速審速決 而關在看守所的林姓無 也知道自己被求死刑 他同樣表達希望速審定業 而台南地前署 在偵辦殺警案過程中 最不忍心的就是第三位員警 抵達現場的密錄器 拍下了兩位員警 臨死前仍然奋力一搏 當時圖明城滿身血糟 割喉沒有辦法言語 想逃水喝只能發出悲鳴 而身中38刀的曹瑞姐 一次次想坐起來卻反覆倒地 最後一刻還希望能夠先救學長 救護車到場 兩位員警躺在地上 痛得完全無法動彈 第三位抵達的陳姓圓警 努力做的CPR 一次次壓著胸口 拼了命想救回兩人 送救護車時持續壓胸 但兩人傷失太重 又是正中午時間 大太陽曝曬 送醫後仍然回天法術 殺警案發生之後 第一個抵達現場的圓警 他的身上密錄器 看到圖明城還有曹瑞傑 身中多刀等待救援 起訴書提到 陳姓圓警的密錄器 請處直擊兩位圓警 臨死前的呼喊 滿身嗜血的吐明城 勉強從警車後座下車 手上拿著礦泉水 卻體力不知倒地 吐明城還一度口渴 想逃水喝 但遭到割喉 失血過多 只能發出悲鳴聲 說不出話來 流血過多的情況下 然後因為又大熱天 所以可能會口渴 所以他可能在 在那段情形有 有要跟那個第三位 到場的圓警逃水喝 而陳姓圓警抵達時 曹瑞傑已經身中38刀 卻還是用著堅強的意志力 一次次試圖做起 卻又次次倒地 當下圖明城陷入昏迷 曹瑞傑用盡最後一絲力氣 希望陳姓圓警能夠先救學長 圖明城 陳姓圓警 當然就是看到那場面的時候 跑到馬路邊求救 但是有另外一名在場的 那個被殺的警員 然後有希望說 叫那陳姓警員趕快回來救 救那個 那個另外倒地的警員 我不會頂張喔 你誇獎的時候 看得嚇到沒有了 陳姓圓警在案發當天下午 還有重返現場 牽走警車 自己目睹同僚 在最後一刻還分離一搏 難過的不願多說一句 連檢察官偵辦時 看到影像都於心不忍了 實在難以想像 親眼目睹 兩位同仁 痛苦掙扎的模樣 又震撼又無能為力 TVBS新聞 林一方送配文 SNG小組台南報導 國際焦點來關注俄烏戰爭 烏克蘭在南部大反攻 不過實際的狀況 烏軍仍然保密到家 赫爾松周邊的小鎮 陸續被插上烏克蘭的國旗 還有無人機拍到 俄軍舉白旗投降 不過參與前線作戰的 外籍志願兵透露 戰況還是很減行 搭配磅礡配樂 數台俄羅斯卡五二攻擊直升機 大戰場出動 緊接著彈藥連發 這段俄羅斯國防部公布的影片 大受軍事激熱 不過烏克蘭也不是省油的燈 兩架在東部戰場出任務的 蘇二五戰機 在車道上呼嘯而過 下方有女兵揮舞國旗 展現士氣 而在南部戰區 烏克蘭又曝光插旗片 這次同樣是在赫爾松的 維索科皮利亞 象徵收復屍屠 不過真實的南部戰場 還是驚險萬分 現場甚至有外籍志願兵作戰 這名來自美國的志願兵 曾在敘利亞打過ISIS 卻還是在烏克蘭成了傷兵 然後就想找到 Joni 上了 然後就弄了 不想看得到什麼 每件事都看得到一樣 每件事都看得到 看上我的左後 看得到正確 看正確 我屬於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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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邊 到哪邊 到那邊 往那邊 另一名外籍傷兵也說 南部戰況依舊艱困 反攻速度其實有限 這反攻擊性的 就具備快制 你認為這 Reefer 不,絕對不 它不會很快 但他们作战期间确实也透过无人机拍下 有俄罗斯士兵不堪精准打击挥舞白旗投降 不过对于战况的发展乌克兰保密掉家 似乎就怕泄露更多的军情 只是在东部的哈尔科夫还是不平静 持续有民宅被轰 这栋公寓上方被炸破大洞 妇女惊险爆出饲养的天主鼠描述事发经过 连停在公寓旁的车辆都遭殃布满瓦力阴沉 还有淋浴间呈现镂空状险见当时轰炸威力 立斗明哲前方也被炸出巨大弹坑 以看不出建筑的外观 而在斯拉夫杨斯克 高龄九十岁的老妇在镜头前啥气不敢相信活了这么久还无法安然度过晚年 客拉马托尔斯克开始发放第三波物资没想到现场人满为患 需求比想象还多 民众担心冬天会很难熬 有些则开始收集木材 乌克兰林业所因此忙翻天处理大批民众的申购单 为了帮乌克兰找财路 泽伦斯基现身纽约证交所发表视讯演说 在演说中 泽伦斯基介绍将推出价值约12兆台币的计划平台 希望国际大举投资以实际行动帮乌克兰重建经济 约约新闻 中复报导 而据纽约时报的报导 美国情报部门表示说 俄罗斯正在从北韩购买火箭炮及弹药 还有从伊朗购买无人机要投入乌克兰战争 强信用交易记者李作恒 好 俄乌战争开打到现在 已经是演变成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了 比的是谁的耐力强 谁的后援更多 那么当然现在俄罗斯军队就说 是不是损失太惨了 因为传出说他们竟然向北韩来买炮弹 这是根据美国情报说 俄罗斯购买了北韩 包含火箭炮以及弹药 另外他们也向伊朗买了无人机 而且这个无人机是已经投入到战场当中了 那根据泰晤士报呢 他们也提出说 俄罗斯的采购行为显示什么呢 制裁已经是发挥到作用了 所以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 对俄罗斯来说 看起来这个能力是有降低的 那当然到底北韩买的这些武器 它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目前都还是未知数 但是纽约时报就提醒说 也不能够小觑哦 因为北韩它其实是拥有巨大的弹药储备 而且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相关的这个军事透明度是比较低的 大战是在英国的新首相特拉斯 现在就是反俄罗斯的态度 似乎是更加的明显 那俄罗斯的外长就开窍了 他说特拉斯捍卫英国的权益 没有任何妥协的意图 那这样子其实是无助于保持国际地位 俄罗斯主办的东方2022军演 总统普清亲自到厂都军事查 不过普清今天居然说战争打到现在 俄罗斯没有任何损失 不过美国情报显示 俄罗斯开始向北韩买火炮弹药 我们刚才也提到过 不是弹药库存不足 就是武器不极限 已经出了问题 发射P-800搞马脑超音速反舰飞弹 俄罗斯在今年东方2022军演 再秀出领保艾基反舰飞弹系统 这套武器拿来打乌克兰 这次也跟着拿出来献保 俄罗斯三军出动联合中国大陆 白俄等盟友大练兵 俄罗斯总统普清亲自到场视察 实战实战演练 频频跟旁边的国防部长 萧伊古摇耳朵 萧伊古还比了一个赞 看起来是对成果很满意 事实上这是俄乌开战以来 俄罗斯第一次主办大型跨国军演 重点不在内容 而是要证明俄罗斯 没被俄乌战争拖垮 俄罗斯先展示其在亚太地区的 军事活力以及战略定力 并没有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 就是要让欧美各国看到 俄罗斯一切正常 普清不仅现身演练场 还展开一趟难得的远东行 到勘察家半岛出席 青少年生态论坛 学生们把驯服的 胸猛烈准海东青带到现场 普清跟着玩了一下 但之后他却对着满场的中学生 开始大内宣 否认入侵乌克兰 普清说这是解放行动 而之后他出席 在海生威主办的东方经济论坛 态度更是强硬 普清说俄罗斯至今分毫未伤 这场论坛可以说是普清 和俄罗斯盟友的取暖大会 但是今年多了新面孔 和缅甸军头敏昂来亲切握手 在这之前普清还很少见的 先到了现场等待迎接 如此热络就是因为缅甸开始采购俄罗斯的石油 如今成了俄罗斯的金主 在西方制裁的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俄罗斯不仅仅在能源 在原材料领域 加速了向亚太地区的出口力度 又是军演拉拢中印等国 又是经济论坛拓展可能的能源买家 普清的盘算是为哪装 他自己说他叫双头鹰 就是你看他那个国旗 他认为他一个头是在欧洲 一个头在亚洲 所以说尽管欧洲方向战局吃紧 但是这个国家依然在重视东方 大陆军事专家分析 普清就是要展现东西坚固战略平衡的野心 但是美国五角大厦跳出来爆料 说俄罗斯的后勤补给问题 可能比想象中严重 美国国防部公布勤资说俄罗斯要向北韩买上百万的火箭火炮弹药用在对乌克兰战争中 但是这就代表着俄军现阶段的弹药库存不足 或是根本认不过去 北韩和俄罗斯关系深厚 武器支援不是问题 但是南韩学者认为北韩可能是用武器来偿债 而俄罗斯向北韩取得了大量弹药 这恐怕也代表着在乌克兰的这场仗 他们还是要继续打下去 TVBS新闻总和报道 临近中共二十大 北京突然增加14例的新冠本土病例 而且还有两例是来自台湾的境外移入病例 再交给作恒 大家们来聊天 好 疫情发展到现在 还是坚持要清零的中国大陆 现在看起来疫情又有复燃的迹象了 我们来看到在北京 9月6号新增的个案 只有14亿个本土个案 这是让这个疫情的防控更加的严峻 所以他们现在也喊话 希望民众可以落实检测 同时也减少人跟人之间的流动 那也要民众尽量不要到密集的地方 那么这当中我们来看到 有四例是境外的个案 其中有两例是来自台湾 但是这时机点非常的敏感 因为就在中共的二十大之前 各地的疫情似乎又出现了一些变化 那当然对习近平来说 他也希望说在二十大的时候 可以搅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所以预料说可能会加大 这个动态清零的力度 其实根据CNN他们的统计 就说八月下旬以来 至少在中国大陆有74座的城市 超过3.13亿的人 他们是处在全城 或是部分的风控当中 也就是说他们在很多的活动上 是受到一些管制的 那各地政府当然希望说 在习近平这一届任期倒数的时候 不惜代价都要把这个疫情给控制住 还是可以往清零的目标来走 那专家还说 未来几周预料更多的城市 可能还会在风控当中 而再来看大陆今夏高温小雨 第一大淡水湖博阳湖 水位是快速的下降 目前已经跌破了八公尺 进到了极枯水旗 刷新了最早的记录 大陆官方预估说 今年秋季华中南部 华东大部分地区降水 还会比常年少二到五成 再加上秋台又偏小 可能会出现夏秋连汗的情况 长江流域干旱还没结束 位于江西省最大的淡水湖 鄱阳湖持续干涸 新子水位监测站 水位退到7.99公尺 创下有记录以来 由枯水位退到极枯水位 最快的一年 受到瞬间反哭影响 常年泡在鄱阳湖中的水中古城 洛新墩水落石出 周边还变身茫茫草原 吸引不少游客前往观赏 另外还有大陆网友发照片表示 在鄱阳湖湖滩发现 大陆国宝籍动物长江江屯搁浅死亡 虽然死因和干旱有没有关系 还有待厘清 但陆媒报道 今年提前缺水的鄱阳湖 的确发生好几头江屯死亡的情况 即便已经入秋南方多地还是高温缺水 官方执行飞机人工增雨已经累积75架次 共211小时 大陆国家气候中心表示 今年秋天 华中南部和华东大部分地区降水 预计还是会比往年少二到五成 再加上秋台减少 很可能出现下秋连汉的情况 虽然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 还没有从缺水缺电的困境解脱 但其中最重要的经济中心重庆宣布 著名景点红崖洞 已经可以恢复外墙造景灯 夜游长江和嘉陵江的航线 也能恢复行驶 TVBS新闻张志明李明珍 综合报道 今年全球极端气候特别的频繁 巴基斯坦红灾还不见缓解 政府居然帮倒忙 故意让湖泊绝体 结果下游淹得更惨 而非洲的索马利亚 深陷4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已经处在饥荒边缘 全球暖化也加速 冰川笑容 全球暖化家具 为在南极大陆西侧的 史威慈冰川 又称末日冰川 也岂岂可遏 末日冰川面积相当 美国佛州的大小 但最新发现 冰川与海床连接的部分 每年占以2.1公里加速萎缩 速度比2011到2019年 预测的快上两倍 在正常情况下 冰川与海床原本接触的地方足够稳固 上头冰棚会正常往下移动 但是在气候变迁下 暖水流不断流进冰川下方 导致底部的冰川加速退缩 冰川触地位置变小就越来越不稳 到最后冰川就如同骨牌一般 持续的崩塌溶解 甚至影响到附近的冰川 在巴基斯坦持续受到极端气候影响 实际洪灾不见缓解 而南部的信德省政府还帮到忙 破坏湖泊提案引流 却导致下游淹水情况灿上加惨 巴基斯坦今年的雨季 部分地圈雨量比往常多出十倍 导致许多民众全挤在这一个 仅存的狭窄土地栽营 上头除了有饲养的牛只 还有妈妈抱着出生24天的女婴 设法求生 世卫估计这场洪灾恐怕导致120万名孕妇 无法得到妥善的照顾 而这里虽然刚刚得到空头物资 却不够灾民分 慢慢长夜更加难熬 而生活环境恶劣恐怕将带来 新一波霍乱和力竭的传播 而在南半球的非洲却又是另一种极端 饱受肝汗蹂躏的索马利亚 许多小孩没东西吃娃娃大哭 整个国家处在饥荒边缘 这名妈妈手拿铁盘挖着黄土 她其实刚刚埋下因干旱而死的儿子 她在镜头前忍不住落泪 索马利亚正历经40年来 最严重的干旱一半人口缺粮 联合国担心当地可能重演2011年惨况 当时饥荒造成26万人丧命 之中有超过一半是6岁以下孩童 加拿大慈善组织曾经目睹就算当地民众好不容易找到水源 却也是满布污染会晤 但民众为了求生还是照常饮用 而今年不止干旱 还有疫情及恶乌战争双重打击 民众只能向天祈祷保佑他们能活下去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